美國聯邦參議院表決 一致通過了台北法案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週三 感謝美國的支持 針對中共持續滲透台灣干預選舉 蔡英文呼籲選民不要放鬆 呼籲選民不要放鬆 因為中共持續滲透台灣干預選舉 有國防學者直言 中共對台統一時間表就落在2049年 近來中國的文攻武克 步步進步的情況下 我們一刻都不能懈戴 民進黨團日前就將中共代理人 修法草案副委 總統表示 中共從各層面滲透台灣越來越嚴重 法律上要有一定的機制處理 也將跟其他黨團與提案委員討論 整合出最適當的版本 而在中共打壓下 美臺關係持續升溫 美國聯邦參議院29號通過支持台灣 維系邦交的台北法案 這一次通過的這個法案 用行動來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我們非常的感謝 我們也會跟美國還有其他的 理念相同的國家 一起來努力讓這個區域可以和平 可以穩定 針對美國總統川普日前表示 計畫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 促進下一代的5G網路安全 總統表示過去這段時間 台灣與美方的互動有建設性 雙方在各個層面的議題都展開對話 有時還共同搭建平臺 種種作為都是實質的與美國合作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金教肇 臺灣台北採訪報導